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今天要上課是要教大家怎麼樣把你的網站 變得更加的華麗 你現在只會一種公版 這個公版就是這個左邊左上角是一個標題 然後左邊是一個控制列然後右邊是輸出嗎 對不對這個剛才寫的時候很興奮 現在大部分就會覺得馬真是醜 對不對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改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簡單基本參數好了 好這邊好幾個參數 就是啊我現在貼在這裡齁 你們不可能記的起來了 所以我們那個我們就不要看這個 不過這個東西為什麼留在這裡是 以後你要找那個就是找魚把的時候 你可以來這一頁找 這樣會比較容易找到 好首先你先下載這個參數範例 下載了以後他大概會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會有一個裡面會有 會裡面會有一個資料夾嗎 你直接解壓說打開了以後 在R裡面把它開起來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UI Example這裡 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樣可以嗎 裡面應該有很多東西喔 好那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們打開這個UI 然後按下Run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Run了以後啊你會發現 這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確實是 這個畫面確實是 稍微就是 變化很多啦 我們先全部Run過一遍他要什麼 首先這邊有四個分頁對不對 這邊總共是不是有四個分頁 然後接著在這裡 他是不是這裡又有可以動的 到這裡又有上Page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哇我這邊有些把它改掉了 好沒關係 這個 呃 我們先看 整個整體的環境佈局 這整體的環境佈局 這整體的環境佈局 叫Netbar Page 這個是不是跟我們本來的不太一樣 這個Netbar Page啊 它是上面有一個標題列 然後這裡可以讓你換 這是不是很多網站會用的佈局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啊 這個 點到這個就是第一個分頁 這個就是第二個分頁 第三個分頁 第四個分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 左邊 左邊又多了一個控制bar 左邊多了一個控制bar Net Netlist Panel 這第一個分頁的第一個控制bar First First這裡我們展示了 六個大小的字型 六個大小並且 至左至中至右 我們等一下去看語法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呃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 好 Shining UI過來以後 本來是 Page with sidebar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被改成了 Netbar Page Netbar Page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顯然跟這個是相對應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不用管它 接著 tap panel 注意tap panel 這個東西很重要 tap panel 很多地方都有 你看這裡有tap panel 這裡也有tap panel tap panel 的意思就是 我想要 製造分頁 你如果是在 Netbar Page製造分頁 它分頁就是在這裡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 Netlist Panel Netlist Panel 就是它的名字 下面我們先不要管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層 tap panel 在這裡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接著 再下一個tap panel test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再下一個tap panel 這個 absolute panel 在這裡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Netlist Panel裡面 它下一層又是一個 Netlist Panel 欸 這個 欸就是 這個tap panel裡面 又是一個 Netlist Panel 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以後 你的網站 勢必會有 就是會有一個 樹狀的 這個就是 分頁結構 你首頁點進來之後 之後你可能會有 四個或者五個分頁 或是不只 隨便 然後再點下 某一個分頁之後 它又會有自己的 樹狀結構對不對 這個 你們上網去做瀏覽的時候 你們大概都可以感受到 網站其實就是寫這樣 它就是會有一個root 然後之後就一直往下漲 你一直點下去 啊你 那個在每一個分支之間要轉換 大概是很困難的 你大概都要回到 某一個節點之後再往下漲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啊 我們寫網頁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 我們現在啊 呃 我們現在只要 我們現在一開始是 Nav 8 page 然後我們告訴他說 我們在這一個 page上面要開分頁 所以你用tap panel 就要開分頁 這樣動員 啊他開分頁就開在這裡 接著 你跟他講說 我還想開分頁 可是他要問你說 那你的分頁是長什麼樣子 你跟他講說 我的分頁要用 Nav List Panel 這邊 所以我先給他一個 Nav List Panel 之後開始再包分頁 這樣可以了解 好 我們仔細看一下 在3rd這裡 這裡還有兩個subpage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subpage這裡 3rd這裡 我們 在包 tap panel以前 我們先告訴他 這次我要用tap set panel 這樣可以了解 有意思嗎 好 我問一下 你可能會說 那我 我可不可以直接下來 我就直接 做tap set panel 我不要 先做這個 再做這個 可以哦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就來test這裡 tap set panel 然後我們這邊 page one 我 tap set panel 這邊不用不用打字 抱歉我 好然後我們這裡 tap panel 然後 p1 好我這邊就寫hello 然後我複製一次到這裡 p2 好這邊寫123 好我們按下run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好大家看到嗎在這裡直接就是subpage這樣可以齁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 nep list panel 然後跟這個 tap set panel 它沒有什麼順序關係哦 完全看你現在想要的分頁 是設計在哪裡 這樣東西 你可以在左邊 你可以在上面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這個tap panel 第一個panel 在這裡嘛對不對 這邊總共有六行 H1 H2到H6 這個H1到H6啊 它是標題字體大小的意思 這個這個東西啊 你一下 我一下子這樣教六個函數 好像 這六個都是函數嗎對不對 這個 就是 好像我們上課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只教20個函數嗎 所以我跟你講寫網頁跟寫網頁跟那個什麼寫程式啊 它其實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那寫程式有點像是 你東西很少 然後你要 試圖去發揮你的邏輯 然後把 把東西串起來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們就要後端 那現在我教你們 就是要前端 前端沒有什麼邏輯啊 前端就是 我現在告訴你說 這邊要擺一個 字體大小多少 的什麼東西 那你就是擺上去就對了 這東西沒有邏輯 但是你要會很多語法 那你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H1到H6 它的大小分別就是這樣 那你當然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試一下決定 到底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大小是你想要的 好 自左自中自右 用這個HX裡面的 alive 這個參數可以去決定 好接下來 Second Panel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它厲害在哪裡 喔 它這邊出現了很多 邪體粗體之類的東西 並且還要混合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 你要打字的時候 你要用P這個 P這個函數 P這個函數裡面 你可以打很多字 你還可以先打Hello 然後再Strong Strong就是 出體的意思 所以P裡面 除了打字還可以再加Strong 那也可以加Em Em就是斜體的意思 那你想要又斜又出怎麼辦 那就是Em加Strong 這樣你就會又斜又出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在這裡 在這裡大家可以了解嗎 就是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學 你需要的時候你就過來這裡貼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我們看Third這裡 Third這裡啊 這個就很厲害了 這個 呃我們Type Set Panel 這邊有兩個嘛 對不對兩個分頁 好首先 這邊有個 嘿 Bluetext 這邊有好多奇怪的Style 這個我好像是去年上課改過的東西啊 這個 原版的它好像長得不是這個樣子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這裡 這個Style裡面的東西你要怎麼改 你可以上網啊去Google HTML 然後Text 然後Style 好Example好了 好這裡 這裡 這裡就是 這裡可以 這邊可以下 呃就是 這邊可以有很多 呃不同的Style 這個 很多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Style 就是 你可以 呃 這Body不是Body 我要找的是Text 的 好我們來看這裡好了 我們把這個改掉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好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改掉了 好所以 你可以去找HTML的 HTML的TextStyle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有哪些範例可以 讓你就是讓你把字改比較花俏 所以你想要 打刻書 刻字畫字 你需要用到 Span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接著 Hello Span這裡一樣嘛 你可以加上很多 呃這個什麼 Color等於Red啊 Font 甚至還可以改這個字體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字體跟這個字體不一樣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吧 好接下來 Green Text這個比較簡單 就在Style Color Green這樣就可以了 好所以說 這個 我在這個Subpage裡面 我教你們是 怎麼樣去變換字體的 這個Style 就是你有很多 顏色啊 甚至還可以加框 太多奇怪怪的東西可以加了 好接著Subpage2 我們來看一下 Subpage2 來這裡 有一個這個 1等於MC平方 這個平方啊 平方不好打 平方要怎麼打呢 平方我們需要這樣子打 注意喔 不是P開頭囉 你這個時候你要跟他講說 這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就是特殊的東西 HTML 然後你這樣打完之後 接著你打的是HTML 語法 paste1等於MC 平方是Tags裡面的 sup 那底下標的 H2 是Tab裡面的 sup sup 跟sup 這樣可以好 接著 這個我們也可以直接貼一大段 可以直接貼一大段 HTML語法 這個HTML語法 這個哪裡是HTML語法呢 那舉例來說我們看我自己的網站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的網站嘛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有一些 這邊是不是有一些 什麼新聞連結 看起來很炫 或者我們換個講法 這邊 這個表格我們都很喜歡 你可以打右鍵 檢視網約人時 找到那個表格 好大概 這個表格大概在這裡 從Table開始 到Table結尾 我們來直接把它貼過來 好我們來複製貼上 你看到了 他是不是直接就出現了一個Table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網頁啊 就是我們現在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網站他本質上就是HTML語法 這個我們在做爬蟲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學過這個事情了對不對 就是 瀏覽器其實只是 用一些比較好看的形式 然後去PresentHTML 這個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那些東西放到你的網站裡面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它 就是把它直接加進來 就是 DV和HTML 直接把那一段貼過來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 接著 Fruitroll這裡 是我要教的是什麼呢 來這邊是不是有一些切割 Fruitroll Column3 Column3 Column6 這個 336 這個是總共你的頁面就是要切成12份 你可以決定是1比1 你可以決定這樣子 舉來說 2 3 5 這樣是不是沒有填滿 沒有填滿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沒有填滿的效果怎麼樣 沒有填滿的效果就是這樣 欸他這邊真的還有2格 可以再給你擺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接著 include text 這個include text在這裡 include text是什麼咧 這個include text在這裡的這個檔案 我們可以直接改一些數字 我們改完這個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再重新run一次這個app 好你看這裡是不是被我改掉了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說 如果你有一個 你有一些文字 你想要在 就是 你不想要每次就是 要改他的時候都要去 重新寫一個 就是重新去UI裡面改 你可以用include text 然後把你想改的字 放在這個text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們平常看網站最新消息啊 他大致上就是用這種邏輯去寫的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決定 他現在還沒有決定他的字到底要打什麼 對不對 所以會放在另外一個檔案 然後去 把字給他直接就是秀出來 那有pre跟沒有pre 看起來的效果就是差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接著 你會說這個全文字檔 這個東西太low了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沒有其他的 來 這邊有include HTML 這個HTML 它本身就是一個HTML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阿你要怎麼去產生HTML檔案 同樣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網站 你就是去用偷的 對阿說這邊有個publication 就是我的發表著作列表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另存新檔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HTML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HTML檔案 你直接點開它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直接把這個HTML檔案放進來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桌面 呃 我是放在桌面嗎 publication 好注意一下這個 這個publication在這裡你直接打開的時候 它長會比較醜 它少了一些圖 好這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 因為其實我少上傳了一個資料夾 這裡還有一個資料夾 沒有上傳 在哪裡啊 publication 欸 他附帶那個資料夾publication 那個資料夾在哪裡啊 我眼睛有這麼不好嗎 好算了算了就是 呃 我要跟你講的是 你現在開起來看起來比較陽春啊 就是 我現在只是做一個示範 你如果要用的話 你要把那個資料夾一起弄上來 就是他還有圖的問題 好我現在直接把這includer改成publication 好我們來試一下 欸你看到了沒這邊直接是不是就是那 那一份 那一份這個 就是那一份html檔 所以說 你其實是有辦法這樣子直接在你的網站裡面 相錄這些東西的喔 好這樣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md md這個檔案是一種很特別的就是檔案格式啦 他出來就會是一個就是他就會有一個 呃就是這個叫markdown檔案啊 這個這邊我不特別做介紹好不好 因為他其實他其實很簡單 你自己稍微嘗試之後你就知道 假如說雙錦號就是雙錦號就是標題啊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你要有highlight一個語法 我跟大家講我的那個 我的上課講義全部都是用這個這個東西去做的 所以你看起來會像是一個網頁 但是你可以你可以說 喔這邊有框要做什麼之類的 好那這個這個我就不特別介紹了 好那我們來看第三個分頁 第三個分頁 TEST是我剛剛打的啦 這個就算了好不好 這個這個是我給大家測試的 ABSOLUTE PANEL這邊有什麼特別的咧 來首先第一個 有個 ABSOLUTE PANEL 在這裡 這邊有可以拉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東西裡面啊 你想要擺什麼都可以喔 你先給他一些參數 他一開始是60-20 60-20是指說他里上面要60 里右邊要20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呢 有slider bar slider input 你也可以給他多加 他有data range input的 你也可以再給他加一些什麼的東西 這個都隨便你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這個 浮起來一個東西以後 剩下要加什麼就隨便你 好接著下一步 來 有了這個以後啊 我們來看這裡有一個 Text A Text A是超連結的意思 超連結文字 This is my homepage 會直接導引到我的這個 我的其他網站上面這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這個 呃 呃 呃 BR是指說enter的意思 enter就下一行 然後 這個 呃 image 這裡你看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image 這邊是我把這一張 網站上的image把它幹下來 好 然後最後 ifriend ifriend是我們現在要交到最強的語法 他可以直接把那個網站 直接把那個網站給相入進你的網站裡面 你們現在有沒有什麼 而且我告訴你喔 所有的功能都還有 所有的功能都還有 我先把這個丟掉 所有的功能都還有 他是直接 去訪問那個網站 用你的皮 去訪問別人的網站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 你想要 這個 你想要在你的網站裡面 好假如說加入這個 呃 我現在暫時想不到 什麼東西啦 這個可能 呃 好假如說滴卡的好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把滴卡找一下 滴卡在哪裡 這是滴卡的網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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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這個斜線F是什麼東西啊 這樣可以嗎 如果直接這樣打 好來 我來給大家看喔 我直接 把它放過來 我直接把它放過來 然後按確認 RUN 欸 拒絕 他拒絕被IFREAD 呵呵呵 好那就沒有辦法 這個 就是 有些網站不喜歡人家這樣子 就是不喜歡人家這樣子 就是 隨意的 給你訪問啊 就是 因為他不想要 因為這樣他沒有辦法導入他的流量 這樣都會想 那我們這個不要 我們不要看他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 那維基百科總不會擋我了吧 好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維基百科 好看到了嗎 這邊是不是就是那個維基百科 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 所以這個 就是 為什麼這個不能拉 呃 我透過這樣的一個示範 大家應該了解 就是 你其實可以在你的網站上面 加上非常多 這個酷炫的功能啊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 給你這個練習衣了 練習衣就是 欸 請你去桑傑克練習衣衫 先貼一下語法 桑傑克在這裡嘛 我們來把它關掉 桑傑克13 桑傑克13 好這裡的練習3 是不是有個答案 就是這裡 好請你直接複製貼上 請你直接複製貼上 到買APP這裡 買APP 然後 server在這裡 好這是上傑克語法 這是上傑克的這個網站 好我需要你做什麼事情 欸 好首先第一個是 請你產生兩個分頁 第一個分頁是 主要的運算區域 就是 他的主要功能 第二個分頁 放一些你的data 比如說 你說這個作者是誰啊 什麼之類的 不然以後 有人訪問你的網站嗎 他都不知道作者是誰 對不對 你這樣子沒有辦法炫耀啊 好然後接下來 第二個是 在第一個分頁之中 讓使用者 決定是否要選用範例data 因為像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很麻煩 他每次都要直接上傳 我們可以讓他 選擇使用範例data 那 如果他選擇 使用了範例data 那 他就可以直接運算 他如果選擇上傳自己的data 你才會給他看這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稍微試一下 這個之前 第二個問題 之前就已經交過了 我們只是確定一下 你熟不熟悉 好那 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我們來嘗試一下 好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 要 解決 就是你 我們先看一下 本來的網頁是長 本來的網頁 我們先打開 本來的網頁長這樣 我們的目標是 你要先加個分頁 對不對 那你要加個分頁 有很多種加法 我們剛剛示範最多的方法 就是 可以用這個 就是 Tap Panel 對不對 我們有親自操作過 那我們就直接貼這段語法過來 好了 你可以直接在 Slider Bar Panel 這裡 不是 這裡 就是 你可以直接 就是 你加在這好了 加在這 加在這應該比較容易一點 好 然後你直接把這兩行 佈置上來 好那我們 我們就先這樣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這樣 這樣看到了吧 這樣是不是有兩個page 這樣可以 那P2就可以放你想放的東西 P2我們是 我 就是 P2簽個名 好這樣大概意思意思一下 就是反正我有這個功能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你還可以再開發更精細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增加這個功能的話 好那你首先你在這邊一定要讓他Select Select Select Input 好那個Data 就是 Example 然後你可以打一些什麼 等於什麼 比如說H4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要不要用 然後接著 我們可以給他說 I want 然後I want 然後I want 好 那這個是 就是 買Data 好你這樣 拉上這個按鍵以後 我們先看一下效果 好 這樣是不是這邊有個東西可以按啊 可以嗎 好那下一步 接著你就是要讓他這個可以選嘛對不對好那個 就是 Conditional panel 就是 好就是 好那有的話你才要讓他上傳 不等於 不等於啦不等於才要讓他上傳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我都還沒改Server哦 我現在只是先就UI部分改哦 你要記住這個開發流程哦 好那接著我們接著再來改Server 好 Server端 Data Is Noon嘛對不對 你再加一個條件 If Input Example 等於等於 Example 那你要做某些事嗎 Else你才要去讀檔嘛對不對 那你就直接 Return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哦 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 你用Example說他是不是直接就代入那個IIS 那個資料 你這邊隨便你選什麼都可以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代入你用這個 你Upload Your 那個Data的話 你就可以去 就是上傳一份資料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就是你要開發這個網站的話 大概 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 先改UI 那改UI 你看到你滿意了以後 這是改Server端的邏輯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節 就是我們來基本Output的種類 就是我們現在教了很多這個 就是 可能現在有我們以前教過PlotOutput 也看過這個 那也看過什麼 TextOutput TableOutput 好這邊是所有的Output的種類 這邊有非常多 這個我們學過 學過 學過 UiOutput 這個 有沒有人還記得 是什麼的 就是 你想要 Server跟UI端 這樣子連續這樣子 互動的時候 你就需要UI Output 好不好 就是你在Server端去產生 那個UI的控制吧 你就要用UI Output Data Table Output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 好不好 然後 剩下一個HTML Output HTML Output 就是直接輸出一段HTML語法 直接輸出一段HTML語法 這個 也是蠻常用的功能 因為 你如果直接輸出一段HTML語法 那你是不是 就可以把 你要 做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產生什麼樣的HTML語法 你就直接寫在Server端 然後 使用者就會看到不一樣的畫面 好那我們先複製貼上這一段 因為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 這個 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 這個 Data Table這個功能 你要需要安裝DT這個套件 哦 好我們先看一下 好 你應該看到了這個 你出現了一張資料表 這個是IRS的資料集 你出現了一張資料表 最重要的是你發現你點了以後 下面的數字會顯示你點了多少 點了什麼 這個功能非常的好用 假如說你 現在有個List 要讓使用者去選擇 他到底要對哪些東西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這裡還有很多Default的參數 你可以去調整 所以Data Table 它本質上是做出了一個 可以跟它互動的Table 我們本來那個Table 它是沒有辦法互動的 對不對 就是它要秀幾列就秀幾列 但是Data Table它就很方便 你可以直接在 這裡跟這個Table進行互動 好那這裡 你看它也可以只讓它 強迫它只能選一個 所以剛剛前面多選 這裡是單選 Filtre這裡 這個厲害 你還可以篩選數字 你還可以篩選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這些篩選這個數字都是 都是之後都是有用的 包括這個篩選條件 都是可以在Server端找到這個東西 好接著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功能後來被取消 這個取消 好這裡 你看你甚至可以給它一些 花俏的東西 來我們來看 這個是 這個就是 你數字越大 它就越 越這個 就是這個霸狀條就越多 然後你可以改一下這個 粗體斜體 然後你可以改顏色 改什麼 然後甚至還可以改標籤的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到的 在UI端非常的簡單 好這個 title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 這個basic 這邊就是out1 然後剩下都是很簡單的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server端 這裡有什麼厲害的啊 來首先 DataIIS這個沒有問題 接著 這個標準版本的example1 它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它就是長這樣 知識題已經夠好用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標準版本 然後output1 它是ex1select rawselect 所以你這邊點的時候 你如果這個名字ex1 這個名字後面底線rawselect 你就可以拿到 使用者選擇的這個raw 後續再去做進一步的應用 接著 我們來 好幾乎 對 好幾乎 你看 有關喔來這邊有 EX3 Rawselect Rawselect這個 Rawselect就是那個剛剛我們那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東西嘛對不對我們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的好了應該是EX3 Rawall 還是Rawcurrently我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我每次也都是這樣去查的 好我們來我們來把Input裡面的這個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是不是跟著這個連動 好現在是全部讓我們來篩選一下 看到了 他是不是 1561他是不是這邊就是 這個Rawwall Rawselect 是不是就是被你filter之後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使用者做個互動 你在這邊給他 就是等於說你在這邊給他一個 就是 filter 那他塞成什麼樣子你後台想知道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知道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會說裡面有很多參數我不懂啊 請你用我剛剛那種方式把它print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第四個 第四個這個 這個功能取消 我們把它 虧掉 然後接下來第五個 首先 Result還是標準的Data Table 接著Result等於Formate Style 我們現在指定一個 Variable 指定一個Variable之後 我們給他一個 Formed Weight 用5來切割 5以下就是normal 5以上就是board 然後接著這個變相呢 用3跟3.8來 3.4跟3.8來切 3.4以下 顏色是白色 然後中間是blue 上面是red 然後這是background color 用3.4切割 Grey跟Yellow 所以你會看到 這樣的 一個 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邊有3.8以上 結果是這樣 3.8 是這樣 最後 這最小的數字 長這樣 OK 然後接著這個 疾病 這個那個 變相 他的 他用的是什麼 Background 是一個什麼 Style color bar 好直接用他的 這個大小去 去區分 900到90% 這是Background size 100%是代表 這裡100% 這裡90%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這邊是填滿的 他就是完全填滿的 對不對 如果你不想要讓他完全填滿 你可以把這100%改成 95% 這裡改80% 這樣看起來應該比較清楚 你看到了嗎 這邊是不是就沒有完全填滿了 這邊留白是不是更多了 這樣可以了解 我這邊的設置這些參數是什麼意思嗎 好那接著這個 這個你可以什麼 Rotate的幾度啊 XYZ都可以Rotate 然後顏色要什麼 好所以 基本上就是 呃我們 就是 大概用這一頁來充分說明的Data Table到底有多好用 好 那接著 我們可以利用Data Table來設計互動程序 我們來看看要怎麼設計啊 請你複字貼上 接著貼上 我們先看一下 好 現在左邊有Data Table右邊有一張圖對不對 右邊這張圖顯然就是這個 Speed跟這個Disk的關係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 車子的資料庫啦 就是說 某一台車 他這個 速度多少 然後這個煞車距離要多少 好我們來按一下 你看按下去之後 是不是可以看到這樣 這樣知道怎麼要用Data Table來跟使用者做互動 你可以做出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他select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就可以更改的圖 我們來看他怎麼實現的 UI非常的簡單 我在這裡 Present the fruit page Fruit page就是全白頁啊 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 有時候 往往圖速就是最重要的啦 因為你可以自己去設計你自己的UI嘛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功力深厚了以後 建議你用Fruit page 因為 那個 你可以自由度比較高 接著 Fruit Road就是兩個 就是兩個 這個 就是把它分兩邊 一個是Data Table Output 一個是 Fruit Output 所以這個 App 他的UI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總共就兩個東西 X1跟X2 所以厲害在server的地方 X1的部分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就是把Data Table叫出來而已 這個大概大家都可以想像 但是X2的部分我們來看 X2是畫圖嘛對不對 好 先把你剛剛select到的資訊丟過來 然後先把 把XY plot出來 plot出來以後 再把 如果select不等於0的話 就是 選擇超過一個variable之後 把X跟Y 用select當index 把它選出來之後 把它highlight出來 所以說這張圖本質上 這個點是被疊上去的 他被額外 放上去的 這樣都會 當然因為 這個 這個紅色完全 cover了這個 黑色小圈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是取代 實際上是 覆蓋喔 好所以說 這個用Data Table 設計互動程序 這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練習了 我們再次利用上週練習題的答案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來這裡 就是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複製這一份 好不好 直接複製這一份 好然後按下RUN 好這是我們複製喔 這個已經這個已經非常炫了啦 好不好這個 我把整個介面做了一個 一大 很大系列的改動 好這個 呃你們你們剛在課堂桌子裡面要把這個東西完成 可是你可以試著 我們加一個Data Table 讓使用者選完以後 然後 圖可以highlight 好不好 我們試一下 好就是 呃如果你要加Data Table的話 你就會往想要往前加嗎 呃 我們就用 這麼複雜的一個例子來給大家 看一下到底要怎麼加 就是這個這個例子很複雜了嘛對不對 好 首先我們先決定一下 就是你要先放Data Table 你要放在哪裡 那 我們 我們就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裡 好那我們來 呃或者我們把這個縮小然後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我覺得這樣應該比較好 好那我們那我們要怎麼複製呢 我們就到 前面這裡 我們先放個Data Table進來 呃我們就輸入這樣好了好 然後你在 呃在這裡 呃在 下面嘛對不對他本來是66 你把它改成 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 呃可能 這個 444好了 444我們改44 4 好我們先看一下 好這個44這個圖可能要縮小一點那我們這邊改4吧 好所以這邊已經給我預留出一個空間了嘛對不對 我現在放Data Table在這裡 好現在只有x1哦 所以說我們就到這裡來 然後我們 在這裡 SERVER端這裡 我們是不是就給他 出一個x1 然後我們先直接複製貼上 找不到物件Data哦因為這個Data 前面要先變成cars 我們把這邊改cars好了 好這邊看起來是有東西的對不對當然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我們的Data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這個東西是 DefaultData 我們選了什麼我們我們拿到DefaultData我們才可以改這個東西嗎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了這個 呃首先啊我們要先把這個我們先看我們畫plot的時候需要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劃進來對不對 好這個是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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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著我們 我們把這個複製過來 好的我們有 xy 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呃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 所選的 xy 等於data friend my data 好 xy 這樣子 這樣應該比較簡單啊然後 他要把它print 出來嗎對不對好 result 等於這個 好我們這樣複製完了以後啊我們來看一下結果怎麼樣好這個就是我們選的囉 你看這是數字最換的哦 你仔細看這個數字最換的哦 好不好 好那現在是點了以後這個圖沒有反應嗎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點了以後圖有反應 我們本來是紅色的點嗎 綠色的點對不對我們就給一個黑色的點好了那我們來 這個 我們就是前面這天 好一樣我們先確定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 x1 raw select 有的話 我們就 貼圖 我們就貼 啊 x select 然後我們這邊是因為 red 是一個顏色嗎我們就把它改成這個 blank 好大家看看到了 這樣是不是效果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就是 我 示範這個 功能 不是說這個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啦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講說就是 呃 你應該要去熟練的去 把 你在某一個網站上面看到 這有你的元素 你就把它偷過來 然後放到自己的網站上面 然後做相對的改變 這樣跟我意思嗎 我們現在基本上都在練習這個技術 就是偷東西這個技術 好 那我今天來教今天最後一個東西 今天的最後一個東西是 如何 進行 高耗時應用程序 不過我好像發現這個Action Action這件事情好像 這個我上次已經教過了 就是我上上節課好像已經教過 上節課還是上節課 有點忘 就是我已經教過Action 就是按按鍵了以後再開始動作 對不對 我甚至就已經教過了這個 我甚至就已經教過這個 就是 Event Reactive 這個我終於已經教過了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最後 再複習一次就好了 我們把這個 UI把它弄過來 然後 Server 然後我們看一下效果 好 現在他是沒有找直數的嘛對不對 1萬 按start之後他來找 還有一個progress bar 他找到了9973 這樣收工了好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MaxEx Submit跟Sequence 這個都是最最簡單的樣子 好可是Server端這裡就不一樣 Event Reactive Input Submit 這個 Event Reactive 長成這個樣子 大概就是 這個是標準的開始 這個我們之前教過了 對不對 這個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說 按下去了以後 到底他要做什麼 然後把它return出來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回到這裡來 如果 Input Max沒有輸入值的話 我就return Else With Progress Bar With Progress Bar 他的結構 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在很多高耗時程序這邊 加入一個 With Progress Bar Message In Process 然後這個字可以換 Value 其實值是多少 這就是剛剛我們在按下去的時候 這邊跑出來的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好讓你可以把你要執行的語法放在中間 好這個執行的語法就是找直數的語法 這個我就不特別去細講 重點在這裡 我們可以improgress 這個裡面你只要放improgress 然後說 多少分之一 這個就是代表他會前進多少 通常就是這個index的數目分之一這樣 就他就會慢慢 往前進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每執行完一個灰圈他就往前一點 往前一點往前一點 依此類推下去 好 那這個result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我就要 用這個 我就要把他叫回來然後print在這個sequence裡面 好所以他整個邏輯大概就是長這樣 好所以我們請你 練習3 請你直接貼練習2的答案 好就算你還沒有做到也沒有關係 就是直接貼練習2的答案 我們要確定這件事情你會做 這是UI Server 好請你 試著 請你試著就是 就是把這個東西加上起始鍵 就請你加上這個就是 按下去之後的就是 按了之後才開始分析這件事情 那這個之前好像我之前就有點有交過了 但是 請你還是試著加上他 然後 如果可以加進度條的話更好好不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你 好那 各位同學我們來做一個收尾啦 好我們就是要加起始鍵嘛對不對 所以加起始鍵的話我們勢必是要在 在這裡然後把它增加一個這個按鍵 好我們就增加一個按鍵吧 這個按鍵就在這裡好了 Action Button 好我們就是這 Submit Action 好 一樣我們每次做完這件事情以後啊 我們就再先暗裝一下 好這邊出現Action了對不對 好下一個是那這個Action出現沒有用啊 因為按了也沒用啊 所以我們要這邊改 Event Reactive Input Input Submit OK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 呃這個這個樣子這個 我我我我 Download 看一下Data的 Example OK 你這個沒有按就按了才會有效嘛對不對 按了才會 按了東西才會跑出來 這樣可以齁 好那 下一個是我想要加 這個 呃我如果想要加進度bar的話 我來教大家怎麼加 你可以在這裡 把Progress 放出來 然後 哎 好不過為了要讓那個進度bar 就是我跟大家講我們這樣加完了以後 你可能會完全感受不到那個進度bar然後就 就跑出來 哎 為什麼會不行 我看一下這邊 哦少一個少個小話號OK 好因為因為這個獨檔速度實在太快 你看他閃過一下就沒了 這樣可以齁啊所以 你進度bar配以後加在那種需要比較高耗時的地方啊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不好 就是 就是增加一個summit button就這個樣子而已難度其實 呃不是特別高 好不好那就那就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那 就是大家有 就是跟上的速度大概大概大概在掌握一下這樣子 然後 呃就是我們 我們還有 反正我們 下個禮拜期末考還有一堂課嗎對不對 那 為什麼為什麼沒有 第15 好我們到時候還會有一堂這個課 那 我覺得 我來想一下 創造服務 這個是一些 example 我問一下 你們這16課已經看了嗎 看了體驅手 第16課還沒看嗎 好這樣好了 我們改一下 你不是已經有自己的網址嗎 你還沒看 好那我這樣跟你們講 我決定跳過第15課 我們下一節課 因為因為我看了一下你們就是網站 我不知道 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下一節課我們上第16課 這樣可以嗎就是 我覺得我 就是我剛看了一下你們目前的狀況啊我覺得可能還是要親自交 好那所以說 我們改成 這節課 你們看現在網站 好不好 這課我到時候會 重新再 上一遍 可以嗎 因為確保你們每個人都可以交作業 就這樣子 至少我要 反正你們人少嘛對不對 人少我應該是有辦法 讓你們 就是 下個 就是 就是期末考 就是 下個禮拜五當天 讓你們所有人 都可以至少回國王室 好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沒有問題 2 1 4 9 10 0